第1个比赛发挥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水平 把训练的一个状态 很好的状态发挥出来了 然后通过这次 这么强化阶段的训练 一直知道比赛 中间的一些过程 也有很大的收获 然后我们也知道 该如何去调整 和去努力地去训练 对 对 对 在中国还是 还有紧张这个气氛 因为这次能看到 在重庆办 本来就是一个 火辣的之都 热辣之都 然后整个场馆的氛围 颜色和观众的热情 也发现了 这是一个很浓重的 一个中国的氛围 对 就是今年我们 决定换这个短节目的时候 我就跟Laurie说 I want to be hot 就是想利用我们两个比较 有力的这个武器吧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表演上更有风格性 更有特点性的东西 可能更适合于我们 所以我们也是尝试于挑战了一下这个布鲁斯 而且就是偏摇滚风格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整个在体能啊 还是还有整个节目的编排完成上面挑战还是很大的 因为真的是需要特别大的体能 然后真是觉得一套短节目滑下来 比一套整个滑一个自由滑都要累 对 就这种感觉 因为滑的太少了 因为这个节目还是有可看性 然后觉得我们今年还是拿出更多的精力 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训练风格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尝试 然后这样呢给自己很大的一些空间 并且这个长节目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节目去年做的 所以今年也会沿用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觉得还是很期待也很兴奋 期待期待在去年的中国杯没有办成 然后同时我们也因为这个伤病也没有办法参加 然后很兴奋是兴奋到今年是在重庆办 是移到了这个西南之城 所以我们也也感受到了这个不同城市的氛围 让我们也觉得中国杯的魅力和无限是通过 可以在各个城市中体现出来的 下一步还是回去跟Laurie这边有个短暂的 可能他就能待两天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珍惜这个很短暂的时间 去把一些问题及时的今天和明天 我们就要做出来很好的一些 哪里需要修改调整 然后接着上面就要跟Laurie去磨合了 所以也要好好准备吧 记住记忆心态 去哪里 如果线的时候有关机